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月24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在运作了几年的战狼外交后 北京似乎改变了声调 而在这背后的驱动力量则是看准了欧洲的市场 如果能大量把太阳能电动车输往欧洲 等于救了中国经济 但是只要习近平继续支持普京 就无法达到两头通吃的目的 如一算盘仅仅是一厢情愿 最近几个星期 中共突然加强了对西方的外交魅力攻势 王毅赶马欧洲又是件德国同行 又是件法国代表 又到欧盟那里说好话 给欧洲发送的信息很明白 就是中欧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看 没有必要发生矛盾和冲突 而对美国尽管怀恨在心 北京人不时表现出莫名其妙的热情 习近平在去年11月就表明 在未来5年将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 竟然是邀请也许就等于北京出钱了 不知中国的纳税人对此有何看法呢 同时中共最近突然重启了熊猫外交 海外时评人士张俊华撰文分析 习近平当局如此努力 就是为了传达在贸易上一切正常的信息 另一方面确实也是害怕美国和欧盟 对中国银行的制裁 所以从去年年底开始 浙江一个银行以及后来中共三大国有银行 停止了与俄罗斯的支付交易 当然欧洲和美国是否买这个账 则是另一回事 目前看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 都不愿意跟北京过分的扯破脸皮 文章指出习近平对西方各国身段变软 原因很简单 中共对西方有所求 而北京现在的主要目标是在欧洲 因为美国无论这届政府还是大选之后 已经对中美关系划定了界限 北京要想有突破很难 北京在跟美国方面 只求美国政府不要再卡得太紧 但欧洲似乎不同 首先欧洲的市场开放程度比美国更大 同时在实现绿色目标方面 欧洲比美国以来的更加积极 而太阳能和电动汽车 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途径 中国正好是能够提供 这两样东西的主要生产国 现在中共国内通缩严重消费能力差 北京急着把这些产品推销出去 但是不管是在中美还是在中欧关系 北京有一道无法跨越 也不想跨越的门槛 那就是乌克兰战争问题 习近平一方面明理按理支持普京 一方面以为给西方 特别是欧洲说些好话 乌克兰战争的伤痕就会忘却 生意就能跟以往一样继续做 这实在是太幼稚了 为了达到目的 北京一改前不久 在达沃斯峰会上 里强给泽林斯基吃闭门羹的做法 王毅主动跟乌克兰外交部长会面 为了不让乌克兰空手回去 王毅还强调 中共没有给俄方输送任何致命的武器 王毅以为乌克兰人和欧美不知道 正是中共为俄罗斯输送了芯片 无人机和无数的军民两用的器材 才能使普京这场战争打下去 正是中共在财政上 经济赏救了普京的命 才使得俄罗斯经济 没有因为战争而破产 习近平何曾想过 要制止自己老朋友的战争呢 文章最后写到 北京从原来的战狼外交转向魅力外交 这些都只是手段 目的是向欧洲倾销产品 救自己的经济 而且必须是在从现在开始的三到五年间 但习近平的如意算盘 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 只要他不打算跨过乌克兰战争那一道门槛 欧洲人绝不会轻易上当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 可以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让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新闻 中共在2021年7月推出 双减政策重创教培业 多家补教业者传出倒闭裁员噩耗 在习当局这波打压中 损失惨重的教培业龙头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创办人兼董事长余敏洪 近日公开呼吁中南海 尊重市场法则和常识 改善与企业界的关系 要知道 马云就曾因言论得罪习近平 遭到当局的众手整肃 外界都替余敏洪捏了把冷汗 余敏洪2月21日 借助出席一次官方活动中 公开做出上述表态 2001年成立于黑龙江的 亚布利中国企业家论坛 号称是中国的达沃斯 余敏洪是这次论坛的 伦之主席 余敏洪在论坛上 亦有所指的说 政府必须尊重市场经济法则 发展规律就是常识 对于企业的支持 不应涵盖官员越权 必须基于市场法则而非涉陷 确保当地的经商环境 和商业底线非常重要 在尊重市场经济的前提下 官商之间真正的朝着 共同发展的合作 而不是形成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 自2021年7月起 中共开始打压教培业 除推出双减政策 还要求所有的民营教培公司转席 统一登记为非盈利性机构 不允许资金进入 余敏洪创办的新东方 因此遭到重创 新东方的市值跌去90% 营收减少80% 并采掉员工600人 加上退学费 员工资浅 教学部门退租等现金支出 就将近200亿元人民币 在遭遇官方打压后 余敏洪的财富已从44亿美元缩水 至25亿美元 针对余敏洪的言论 中国官方尚未有回应 外界普遍认为 中国打击民营教培业是在割韭菜 但真正的原因是 中国不能容忍任何不受体制 管控的教育体系存在 要知道 中国就业市场的大部分新增港 被来自民企 中国GDP的约60% 来自民企的贡献 面对失业潮 北京去年夏天宣布了 对民企一系列所谓政策支持 但情况丝毫不见好转 民间制造业的工业产出增加 更是不及国营企业的5% 本集指出 中共到现在为止 人事一人说了算 朝令夕改 有太多的未知因素 企业家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做 在中共治下 前途没有任何保障 所以有钱的人能逃就逃 统统把钱弄出去 估计23年 中国有1.35万名高净值人士 移民海败 居全球榜首 美国麦肯锡智库集团建议 中共当局深化企业 与军方之间的合作 并将外国公司赶出敏感行业 这些政策最终加剧了中美紧张关系 金融时报23日披露 麦肯锡智库为北京编制的 5年计划提供前沿技术咨询 作为2015年中共中央政府项目的一部分 麦肯锡领导的智库建议 中共深化企业与军方之间的合作 不让外国公司涉足敏感领域 中共官方委托麦肯锡公司的 《城市中国计划》撰写了一本书 书中被提升中共的技术实力 提出了数十项政策建议 这本书由麦肯锡在华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撰写前沿 并借鉴了麦肯锡内部研究部门的工作成果 是北京为2016年至2020年 十三五规划所做的研究的一部分 这个5年计划就包括中国制造2025政策 这个政策加剧了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关系 2021年麦肯锡关闭了城市中国计划 并淡化了与中共的关系 在本月举行的美国听证会上 麦肯锡全球执行合伙人鲍博斯特·恩菲尔斯称 我们从来没有为中共当局做过任何工作 我们在华所做的绝大多数工作都是为跨国公司服务 其中许多是美国公司和中国私营企业 麦肯锡方面称 2015年提交给北京的草案不是麦肯锡撰写的 也不是麦肯锡的作品 进入时报则披露 麦肯锡于2011年在不同地缘政治环境下 与其大学合作伙伴共同创立了城市中国计划 并将其描述为中国国家审核地方城市问题 主要对话的召集者 其活动包括发布可持续城市指数 以帮助城市领导人做出明智的决策 以及定期举行会议 使麦肯锡能够接触到各级政府官员 在华盛顿共和党议员抨击麦肯锡在中国的工作 该公司称其客户包括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 而在美国 政府数据库显示 自2008年以来 麦肯锡从美国防部的工作中 赚取了至少4.5亿美元 联盟参议员霍利就指出 如果咨询公司为中共当局 或国有企业等附属机构 开展任何工作 就应该禁止他们与五角大楼签订合同 如果麦肯锡要被敌视我们的外国提供建议 并从他们身上挣大钱 那他凭什么获得美国政府的合同呢 在过去的一年 全球最热卖的手机是哪些呢 近日两大试调机构Counterpoint Canalys纷纷公布的 2023年全球最畅销手机的前10名排行榜 一份名单中 苹果iPhone霸榜前7名 三星拿下了第8到第10 另一份排行榜同样是iPhone占7席 三星3席 综合而言 这两份试调榜单展现了一些共同的趋势 全球畅销手机市场 人由苹果和三星主导 其他品牌未能进榜 中国品牌手机更是全军覆没 这让小粉红们又玻璃心碎了 此外 iPhone依然拥有强大的销售实力 不只是新机 就连旧机iPhone13也持续热销 有趣的是 Plus是唯独没有上榜的机型 可见人气真的很低 好了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